苗栗县火炎山附近有一群台湾蜜猴固定在这里栖息 日前有民众拍到天空中突然出现不速之客 保育鸟类风鹰让猴群引发了一阵骚动 纷纷从树上腾空跳跃到电缆线晃动再跳进树丛中 仿佛在表演特技一般 甚至还有白色的台湾蜜猴令人嘖嘖撑起 台湾蜜猴吃饱喝足安逸的在树上睡觉 这个时候旁边的树枝上突然飞来一只猛禽 七滴遭遇鸟袭清门踏户这不得了 猴群开始紧张不安 看着这不速之客飞来猴群骚动 竟一只接着一只直接腾空跳跃 拉起电缆线再晃动跳到对面的树丛中 老鹰飞过来 他们这些猴子就赶快逃命了 父亲民众误以为是老鹰 专家比对发现这应该是保育鸟类风鹰 风鹰是东亚的迁徙性猛禽 头特别小 方便它把头钻进密蜂窝里觅食 但没听说过它会捕食台湾猕猴 所以猴子不必惊慌 倒是这群气息在三亿火岩山周边的猴群 从五年前的近百只 繁衍到现在多达两三百只 还出现了突变白色的猕猴 让人称奇 延伸猴群数量逐年增加 三亿苑里地区的农民才更担心 他们每年农作物都遭到猴群啃食殆尽 呼吁相关单位除了保育之外 也该重视农民的生计 两者兼顾 找出人和猕猴和平共存的双赢策略 就张欣杰 苗栗报道